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战略性资源 开采配额有严格限制 每年产量理论上 限制在约9.13万吨 不过它常作为木矿的半生矿进行开采 往年超出开采配额幅度 一度曾达到50% 据统计 全球探明的乌总储量为310万吨 主要集中在中国 加拿大 俄罗斯等国 其中以我国的储量最多 达190万吨 而我国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乌生产国 2016年公布的数据表明 我国乌矿产量达7.1万吨 占全球总产量的82.2% 乌可以使用于许多领域 是许多行业良好的制作材料和战略资源 对于美国这种常规工业和军工业都十分发达的国家来说 十分需要中国出口的乌 这要是哪天我国限制对美国的乌的出口 那么美国的多慌 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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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